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王熙 2010年我不要有幸拿到了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的全国奖金 在英国波尔顿大学和国家媒体博物馆 攻读我的摄影学博士 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它有一个大型的馆藏 叫InSight 摄影馆藏 在这个馆藏里面大概有几万张的中国的影像 但是他们对这个影像的考证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大部分的地点与文字他们是没有办法解读 所以说他们设置了这个奖玉金 在英国的博物馆的前半年的时间里面 我的学业比较单调 天天在博物馆里面读书 天天在博物馆里面看相关的物件 很快我发现我所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 老照片里面的九牛一毛 所以我决定要在英国的各个其他的博物馆里面 包括个人馆藏里面搜集更多的影像资料 同时我也不断地去收集中国的影像 这成了一种爱好 在2010年到现在 我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影像 但是起初 因为我的摄影的背景和摄影的出身 所以我大部分的影像还是喜欢比较好看的构图 比较经典的光影和比较决定性瞬间的这些画面 直到2011年我遇到他 2011年的时候 当时在eBay网上发现了这本相册 这个相册配的一本故障 它叫《葛德什》 葛德什是美国的著名的地理学家 也是研究中国的著名的地理学家 他在去世之前把所有的自己的馆藏 全部捐给了学生大学 葛德什在1923年的时候曾经来过中国 他在做了一个环球之旅 之后在中国待了将近9年的时间 他所有的影像都让我非常地痴迷 这是当年在他的护照上的中国的签证页 所有的文字全部都是手写的 1923年葛德什才从美国出发 这是他当时拍摄的最后一张美国的影像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地理学基础》 这也是中国地理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开山之作 在地理学基础里他写道 来中国陆路有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走滇缅路 一种方法是走丝绸之路 还有一种是西伯利亚铁路 那么葛德什选择的是西伯利亚铁路 直接来中国 穿越欧洲 最后到达中国 内蒙古 当时这个汽车是全世界第一款到齐的汽车 1924年他到达了北京 他当时在北京的教会的语言学校里面工作 我们看到画面里面最后一行 最左手边的那位先生就是葛德什先生 在这里他也邂逅了爱情 在第一行的最右手边的那位女士就是他的太太 两个人携手一生 那么葛德什这本相册当我拿到之后我感觉非常地吃惊 因为他与过去所有的我看到的那些单张的影像 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有温度的相册 非常细腻的一个人同时站在我面前 葛德什的婚礼 非常喜欢中国 甚至是娶媳妇的时候还是用中式的轿子 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到雪城大雪城的话 他的房子是最好找的 因为他的别墅门口是两个红色的中国柱子 这座影像很像是一个现实版的叮叮历险记 他在中国到处游走 他也拍摄了很多历史性的这种瞬间 例如疑似张旋的这种葬礼 在北京待了大概三天之后 他来到了上海互相大学 也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的办公室大概的位置在这 当时上海的外滩 外滩的影像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 他在中国的考察 除了云南和四川两省从未去过 剩下的几乎所有的省份 他全部都有非常细致的考察 北到齐西哈尔 南到广州 二八年的包头 在这次旅行回城的时候 他遭遇了劫匪 被打得半死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 他对中国考察的梦想 宁夏 非常珍贵的影像 关于宁夏的记录非常少见 1920年代的宁夏 西藏 甘肃 其中右下角的就是兰州 现在变化并不大 兰州金刚桥 1925年的陕西的影像 这个考察大伙未来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因为它的图片说明里面写着 鱼太后 后一般只河的意思 但是具体哪条河 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证清楚 可以看到 当时他拍摄的影像 不单关注地理地貌 同时也关注人文的很多画面 这是当时街边卖假古董的小贩 同样是鱼太后这个地狱 自己做了一张手工上色的影像 非常漂亮 拿到了哥德什的第一本相册 和他的这一本护照之后 我非常痴迷于他 因为我买了他写的中国地理学基础 买了他写的关于亚洲的一系列研究的书籍 回来看 我觉得我好像与他特别熟悉 所以我动用了我所有在英国和美国的 影像中介的朋友 大型大的收藏家的资源 去收集所有关于哥德什的一切的东西 大概在两年的时间内 我收藏了 哥德什先生大概有三百多张底片 有三本相册 同时我收藏了他和他太太一生的护照 也收藏了大量的文档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哥德什从一个年轻人 慢慢变成了一个老人 时间是很快 但是影像能够留住时间 所以这也是摄影的一种魅力 哥德什先生是一个极其热爱中国的人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那么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 当时麦卡锡主义风靡的时代的时候 他跟美国总统直接进演 他说世界的未来在亚洲 亚洲的未来在中国 中国的未来在社会主义中国 而不在台湾 他希望美国总统能够考虑 未来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 然而就因为这些言论 他当时被无情地打成亲共分子 同时还有一个 就是他出版的这个书 《中国地理学基础》 这本书里面 他非常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地貌之后 他说到 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大国 因为中国缺少铁矿石 很科普的一句话 但是在大跃进时期 这个话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词语 所以他在美国是上了黑名单 在中国他也上了黑名单 《中国地理学基础》这本书 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 我非常好奇 当时拿到中文版的时候 这本书里面没有任何的图片 但英文版里面有一段介绍 柯德士先生说 我把我所有的照片相册 送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就当正要出版的时候 日军开始 对上海进行侵略和轰炸 那么所有自己的视觉资料 全部丢失 所以说 当我收藏到他的东西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地激动 相当于是 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视觉的资料 这样的影像在我的手里 他未来回归的地方 肯定还是要到学生大学的馆藏里 很多时候做收藏 很多东西可能经过我们的手 很多东西可能我们藏下来 但终究还是只是一个保管者 2009年的时候 英国的一个研究中国影像的学者 叫Terry Burnett 他出版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 这本书从这以后 也让中国摄影史 中国摄影收藏的一个研究和方向 变得极其高调 同时大伙把这三本书 视为中国摄影史的一个圣经 当然有很多人欢呼 但也有很多人感觉到非常地沮丧 问题在哪儿 第一个这三本书里面 几乎所有的摄影师 无论是中国摄影师 还是西方摄影师 他们描述的地域 拍摄的地方 都是在各个大城市的租界里面 你难道能够把一个租界里面 发生的影像说是中国摄影史吗 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点就是 作为中国人一定要知道 影像背后 摄影师在拍照的那一瞬间 他选取在画框里面的内容 和他没有选取的内容 其实都很重要 摄影是可以撒谎的 摄影是主观的 这样有腔调的影像 有腔调的集合 集合在一起 冠上中国摄影史这个题目 并不恰当 它是目前为止 它也是全世界关于中国影像的 最好的工具书 但是它不能叫摄影史 我在英国 包括各大博物馆 我们做的研究之后 然后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 我做了一个研究 一个实验 我把所有我看到的词 因为我之前是摄影师的背景 所以我每次都看到影像之后 我都会把它们以关键词的方式 去做梳理 例如说你在画面看到了一个宝塔 我就会写宝塔 同时会写更详细的这种说明 然而很惊奇的是 当你把所有的影像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第一名的关键词大伙猜是什么 沙头 这是1900年当时亚珍照相馆拍摄的 在香港九龙 英国观察团在海边观察什么呢 清政府斩首日本海盗 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是在目前 关于中国的影像出现的频率最高 而且是版本最多 有手工上色版的 有CTV卡片版的 有蛋白影像的 甚至到后期有银言的 一直到30年代 在媒体中这些影像还会经常出现 以此来描述中国 沙头是第一位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沙头 1966年的 威廉桑德斯拍摄的 这个上海的沙头的影像 那么这些人真的在沙头吗 不是 事实上是一个场景摆拍出来之后 摄影师拍完这些照片之后 以此去销售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这种游客 外国游客 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词 关于中国 翻船 外国人可喜欢这个了 喜欢也可以理解在他们那边没有嘛 但是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做影像研究的人 看到这个东西会很头疼 没有任何的时间 没有任何的地点 只有船 你一口气看四年你会崩溃的 第三个词就是宝塔 那么这个广州花塔当时被无数的摄影师拍摄过 那么在这个下面有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 我今天这个资料并不太完整 那么这户人家一开始是还很兴旺 挂着门帘 门帘上写着《逐报平安》 一直到这家衰败了 摄影师还在不停地在这个角度拍摄 1863年当时拍摄的也是广州的塔 这些影像集合在一起 它们形成了最早外国对中国的一种描述 也是一种腔调 这种腔调一直到现在 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视觉上 国外媒体对中国的误解与误读 因为它的主观印象在那儿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圈子 当别人这些影像集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任何后来的到访者都会去追寻同样的角度 拍同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它可以强行地塑造关于你的一种描述 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无所作为 没有办法反抗 在所有的影像研究当中 只有三种人群 他们的影像是相对客观的 我说是相对客观的 第一种是学者 就像戈德士 他在任何的影像下面都会有 即使是自己的私人相册下面 也会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数字 时间 地点 非常清晰 因为这是他的学术的一部分 第二种人就是传教士 传教士到这来他并没有想过 我要把自己的作品拍摄完之后卖出去 或者有什么卖点 他所想的是我来这救你们 同时他的相机的作用对他来讲是一个 记录日常生活 记录周边生活的一种工具而已 第三种就是长期在这边居住 对中国真正有了解的 在这边工作和生活的人 生活的外国人 慢慢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影像通过时间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积累 关于一个地区有有效的描述 对 葛德士先生 唯一一张没有图片说明的就是这张 No comment needed 不需要图片说明了 如果把整个影像看成一个 中国的150年的摄影历史 看成一个故事的话 你要讲故事你肯定要有一个开头 中国影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有好多人在翻译 包括好多人在找各种这样的摄影师 整理影像资料 如果你没有一个开头 你后面所有的一切的动作 都仿佛在一个大白纸上不停地点点 无序的点 你永远没有办法连呈线 永远没有办法形成面 永远没有办法去呈现给别人看 中国有很大 各个省份 各个城市 肯定有第一个人 带着相机在这个地方做了最早的记录 对于我来讲 在四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力量 或许是半生或许是一生的事件 我希望为中国摄影室点最初的那个点 我希望让摄影室从此以后 后人能够接日梳理 能够完整各个地域的地域的摄影室 形成中国的摄影室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收藏了全世界最早的北京 最早的河北 最早的上海 最早的西藏 最早的辽宁 一系列的等等一系列的影像 我们最近也在尝试着把最早的贵州影像 也带回中国 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着把这个宏大的计划能够完成 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的投资人 很多朋友也对我进行了帮助 那么影像又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所以说凭一己之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个影像的起点和最早 很多人可能会问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是最早 因为我们通过国际上的各大博物馆的影像做对比 同时也跟国际上关于中国影像的收藏家 研究学者我们做沟通 当然未来的这种初见 未来的影像的起点肯定会被不断地推翻 也欢迎被推翻 这证明摄影史又进了一步 1865年一个摄影师 他是澳大利亚人 他叫Watson 他来到了宁波 之后他在宁波待了49年 这就是其中我说的一个例子 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 一个摄影师拍摄的影像 他做的影像也是几乎是宁波最早期的记录 我们知道最早的关于宁波其他的影像 1866年威雷桑德斯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宁波的影像 他们俩的时间几乎是相似的 这是早期的宁波的天风塔 宁波的鼓楼 沃森他在宁波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洋枪队我们知道吧 长盛军洋枪队 他是华尔的左右手 华尔死掉之后他又是戈登的副手 最后他上位做洋枪队的队长 同时来维护当时宁波外国人在宁波的这种秩序 所以这是他的工作 一直在宁波待到1908年他在宁波去世 当时宁波的海关 宁波的外滩 在镇海附近有一个小镇叫谢普 宁波的谢普 也是在谢普附近 50年代拆围城 80年代再继续填海 不断地填海 那么现在这些老房子和过去的影像 在宁波已经找不到了 宁波的天童寺 对日本佛教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寺苗 特别有意思 我去年在天童寺做了一次考察 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 然后第一次到天童寺 惊奇地发现我和沃森 我们到天童寺的时间是同一天 只不过我在149年之后 1903年英国的摄影师约翰·克鲁德·怀特 当时是英军攻打西藏的其中的一个指挥官 他在西藏拍摄了一系列影像 他采用的工艺是薄金工艺 所以薄是可以感光的 薄金的这种工艺是非常昂贵的一种工艺 摄影工艺 也是世界上影像可以保存时间最长的一种方式 怀特先生当时拍摄的一系列的影像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 据说全世界目前现存的只有三本影像 其中的一本我们已经拿回到国内来 这些影像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注于西藏的影像 当时中国官员与当地的喇嘛合影 早期的布达拉公 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影像 一个摄影师叫菲利斯·比托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来到北京的摄影师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期 菲利斯·比托跟随着图夫格兰特 格兰特将军 他们从印度出发到达了中国 比托是当时全世界掌握全景摄影的 这门技术的大概五个摄影师其中的一位 现在大伙拍一个全景的影像 滑开你们的手机 一扫OK了 那个年代你想拍这样的一张照片 你需要非常多的工序 而且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其中的很多成分都是可燃的 大部分维托利亚时期的摄影师都是死于火灾 当时比托拍摄这些影像的时候 他所有的曝光 感光 显影 所有的过程 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完成 而且所有的照片拍摄的时候 要严丝合缝才能形成这样的一张影像 下面的是香港现在的样子 《南无都市报》记者胡可拍摄的影像 全世界第一张关于北京的影像 其实应该是这一张 因为这是英法联军在进北京之前 做修整的时候比托拍摄的影像 构图非常地完美 用戒篇的方式拍摄了北京城墙的宏伟 《北京条约签署》时的场景 宫亲王与英国全球代表 俄尔金两个人的合影 比托拿出相机来 俄尔金说你给宫亲王拍一张照片 宫亲王面对相机的时候非常地恐惧 一个微波炉大小的一个箱子 前面是长得像炮一样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张照片 它的感觉是非常地拘谨 手提到了这儿 然后面对的镜头充满着恐惧 比托做完第一张照片之后 给宫亲王看 这是第二张 它相对放松了很多 大鼓炮台 鸦片战争时候的影像 这张不用介绍了 天坛 大部分摄影师都会选择 站在起年店下面对着天坛拍 然而比托跑到旁边的山丘上 一个小小土坡上 拍摄了画面里 这个屋檐对应着起年店 形成了一种构图的对应感 而且前面的围墙也有非常好的 矿里有矿的感觉 对画面又进行了一次分割 所以这张照片也非常地经典 一鹤园 琉璃塔 一鹤园琉璃塔 世界上最早的北海 当时北京的清真寺 也是俄尔金 他们的司令部所在地 比托的影像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最终是从英国 把这套影像带回来 现在是这套影像由 谢子龙先生他个人收藏 有了一个起点之后 我们未来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当我们收藏完北京的第一组影像之后 我们开始不断地为北京摄影室 加新的内容 这位先生叫谢满路 他是当时法国大使馆的参赞 因为当时没有大使 所以他一直在行使大使的权利 他拍摄了很多的北京的影像 做一个外交官 同时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我在北京的四年》这本书 我们现在收藏了他的483张 《关于中国的玻璃底板》 这些影像里面拿回来之后 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同时也找了很多的跨学科的研究员 例如北京的圆明园的研究专家刘洋 他在这里面发现了 大概有22张圆明园的影像 所以说这也是改写了圆明园影像的历史 1880年代的北京 大清门 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天安能广场 之前是有大清门的城门 后来被拆除 北京的城门 隐约地可以看到当时在下面的驼队 关水法的屏风 这个之前是被拆移到北京大学 后来又拆移回来 皇帝坐在这个位置上 去观看对面的大水法 圆明园的西洋楼 也是我们现在去圆明园可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残迹 西洋的建筑的残迹 辉坊书院附近的园林 圆明园的安幼宫 圆明园的中式园林 事实上比西式园林要大的更多 然后在过去他经历了五节 我们慢慢也会往下讲 这是当时连席乐处制过堂的一个旧景 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张关于这座纯木结构的影像 所以说它还原了它过去的这种样貌 我们知道圆明园 当然很多人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错误的说法 之前的历史老师跟我说 讲课的时候都讲八国连京进北京把圆明园烧毁了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时间和年代人都不对 1860年的时候 印法连军进北京烧毁了圆明园 同时掠夺了圆明园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为金结和火结 然而在这之后呢 1900年的时候 八国连军进北京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首员的八七子弟 八七军队全部都逃跑了 甚至他们直接换上衣服化兵为匪 直接进入到圆明园里进行抢劫 在那次抢劫当中 主力是中国人 它的破坏程度远远要超于之前的那次掠夺 1860年的那次掠夺是闪电式的 迅速烧毁 迅速抢东西 但是基础建筑还都在 但是1900年那次之后 大量的木头 大量的景观全部都被破坏 我们管它叫木结 再之后呢 一直到1970年代 周总理叫停圆明园开采之前 圆明园一直是一个大石矿 它所有的其实 所有的建筑 都是被用来弥补其他园林的损失 同时所有的粉碎的石粉用来铺路基 这被称为圆明园的石结 还有一结是什么 就是土结 在当年的革命的那个时期 大量的居民涌到这里 把所有的园林耕为良田 所以你这想恢复是基本很难 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圆明园实际上还是有 除了火劫之外 还是有其他很多的劫难 这让你最有意思 八五零一进北京 当地的居民就认为法惠寺的琉璃塔的上面 这个塔顶认为是一个大金块 所以当八五零一进北京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连夜地用土炸药 就把这个建筑给炸毁了 炸毁之后发现这个塔顶是一个铜块 不是金子 但这个建筑天原地方 从此以后与我们绝缘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关于中国的记录的 有别于我们刚才说的充满着腔调 有别于那些寻找卖点的摄影师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是谁 在那个年代 有大量的日本的摄影师 由南满铁路 注视会社 他们做赞助 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影像 这些影像 因为日本人与中国人文化是同源 他们对中国非常非常了解 大量的这些影像拍摄者 都是日本的汉学者 也是日本的 或者日本的人类学家 地理学家 他们基本都会说中文 所以来到中国之后 他们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考察 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画册 叫《亚东印画集》 这个画册是由英文中文日文三文组成 关注中国当时的民俗 关注中国的服饰和不同的民族 当然这个组织是背后是有 满铁路大家知道吧 背后是很强的 它是一个指引机构 同时也是一个间谍机构 所以它这些摄影师拍摄的影像 采集是一方面 更多的也是为未来而服务 这是一系列的影像 每一张都有非常详细的详尽的说明 引口的春节 普陀山朝外的人群 当时祭祖的仪式 承德的碧鱼山庄 当时重庆的影像 元宵节的时候大连的街头 这些影像其实是近万张的影像 也是中国如果研究摄影史的话 我们不可跳过而且非常重要的 一组信息的补充 今年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摄影师是 盖洛先生 William.盖洛 一个美国的探险家 190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中国他大概进行了四次的考察 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影像 一系列的书籍 这位就是盖洛先生 在他旁边是当时的倒台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 长沙市委书记 这是其他的常委们 大伙的合影 盖洛先生写到长沙 他说长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面 人们都充满着激情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好的城市 只要当地人不要沾两样东西 威士忌和鸦片 长沙在那个时期 其实进入并不太好进入 这是盖洛先生出版的一系列的书籍 杨子先生的美国人 中国十八省府以及长城 长城这本著作是世界上第一本 关于长城的学术著作 当时长沙的群像 任何人对着镜头都没有任何恐惧感 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街头的乞丐 孩子 长沙的城墙的全景 同时他也对云南 对于中国偏远地区也做了大量的考证 早期的云南 早期的大理 我在五年前大概收藏了一本 盖洛先生写的书 当时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 买完这本书之后当时觉得 学习一个参考书的想法 但是一打开一看 这本书竟然是vintage版 就是过去的老书 古籍 翻开之后居然有盖洛先生的签名 里面还夹了三四张照片 所以就感觉特别神奇 但他对中国的描述应该是最为广泛的 这个时期最为广泛的 所以说我们在今年 由大理摄影博物馆的几位同仁 我们一起去到美国 决定去考察一下盖洛先生 他的影像的现在这个现状 我们联系到了Doris Town的历史学会 然后我们到这个小城去对他进行考察 非常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房间里面 沉睡了三千多张底片 大概几万张的照片 盖洛先生 他的影像一直存在那里 没有被发掘 所以今年我们的重点也是研究盖洛先生 同时把盖洛的影像 以及他的书籍出版 也希望未来能够呈现出来更多的著作给大家 这是盖洛先生的他的老宅 《天开海月》是秦皇岛老龙头当地的一座碑 碑上的碑纹 盖洛先生也拍摄过这张影像 同时他在自己的家里把这几个字刻在了墙上 他非常地喜欢中国 这张照片是戈德士先生在美国考察 美国大峡谷的时候 他当时的手指天空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挂在我的书房 也一直激励着我 希望像他一样 能够对中国影像 对自己的初心能够坚持下去 中国其实现在摄影博物馆有很多的问题 中国现在摄影博物馆有很多 但是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资金不足 第二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相对是比较薄弱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影响着摄影博物馆的发展 9月16号我们成立了长沙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我们也得到了谢子龙先生的资助 大概一个亿的资金的资助 也希望未来能够把中国的摄影史在长沙发生 能够未来整理出来我们自己的 属于中国的客观的公正的摄影史 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一起这样的一个平台 相对对我过去的七年的一个总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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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